電腦P律的做法 一些必要條件就是 衛福部規定的這些手術同意書 麻醉同意書是一定要簽 除此之外 我們希望病人拿到兩張精神科醫師的診斷書 確定這個病人適合做變性手術 除此之外我個人會要求病人的父母親能夠了解這個小孩子是什麼樣的狀況 他將來要接受什麼樣的手術 所以我也希望說小孩子的父母親能同意 那這個是因為過去的種種的經驗 因為這些病人通常都很急於要做手術 那只要籌到錢他們就要來做手術 但是他們常常忽略掉 你做完手術之後你可能一個月兩個月都沒有辦法像以前一樣正常工作 那到時候就是沒有經濟來源 那他很需要家庭在經濟上的支持跟心理上的支持 所以通常我都希望說這些人能夠父母親能夠同意 而且了解他們要做什麼樣的一個手術